假设U效量为43,V效量为52,W效量是1分之1,0.2分之3,是求这三个效量的长度。 好,U效量是43,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X分量是4,Y分量是3。 所以在这个长度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。 所以这个U效量的长度我们就可以利用直角三角形必须定理来做计算。 好,U效量的长度呢,就会等于X分量就是4,好,4的平方,再加上Y分量3的平方,相加之后开根号。 好,16加9开根号,所以等于25开根号的话呢,就会等于5。 所以我们U效量的长度就会等于5。 好,接下来V跟W效量呢,我们就用一样的方法来做计算。 V效量的长度就会等于X分量,好,就是5的平方,加上Y分量12的平方。 好,所以25加上144就会等于169,好,所以25加上144就会等于169,好,更好169呢,就是13,所以我们V效量的长度就等于13。 再来,W效量的长度呢,一样哦,X分量2的平方,加上Y分量2分之根号3的平方,相加之后再开根号。 好,2分之根号3的平方呢,是4分之3,所以加起来之后等于根号1,那么它就等于1,所以W的长度,W效量的长度呢,就是等于1。 而且这样子,W效量就刚好是一个单位效量。